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88集 故人 中年人轻叹一声 同样的一幕 他几乎每三十年都会看到几次 但每次单顶最终都没有成功的脱离黑武 把其他人送出云天宗 凡是获得物品者 跟我上山 中年人说完后 回头看了王林一眼 右手一招 立刻抓住王林的腰带 与此同时他身子一跃 来到那唯一一个获得令牌的少年身边 把他也抓起后 带着他们二人身体化作一道长红 向着山顶飞去 在他身后 则是三个云天宗弟子 分别抓着三个通过此官的幸运者 飞上山顶 王林一直看着四周 随着中年人的速度越来越快 距离山顶也越来越近 在经过一道如同水波一般的防御阵法后 王林眼前骤然一变 原本那灵阴四浪匆匆避坊的山间风景 顿时摇身一变 全部消失了 展现在王林面前的是一个个宏伟至极的碉楼 这些防射通体均都是以玉打造 乍一看 即便以王林的见多识广 也不由的倒吸了口冷气 按道 这云天宗果然是财大气粗 整个云天宗内的防射雕露 不说全部 但至少也有八成 都是由天然的玉石打造而成的 若是从价值上讲 这些玉石制作成零石或者玉简 定然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 与此同时啊 因为此地玉石极多 自然而然的营造出一副仙奸之气 只是闻上一口 王林便感觉身体内顿时传来 振振舒爽之感 他略一分析 此地若是打坐 那么一日之时可填三日之功 王林感慨间呢 看了看别人 发现那些同他一样被入选者 一个个也均都是目瞪口呆 看着云天宗内的景象 一个个眼中露出古怪之色 中年人身后的几个云天宗弟子 在渡过了那水波般的防御层后 便纷纷松开手臂 能来云天宗拜使者 自然都有一手飞行之术 此时一个个腾空而立 紧跟中年人身后 向着子宗深处 快速飞去 众人速度不快 一路王林再次呆了一下 只见一群仙鹤从远处飞来 仙鹤之上坐着数个貌美的女子 这些女子身穿彩衣 看起来如同天天舞蝶一般 令人不由自主的侧目而望 周灵师兄 这些可是心入的弟子吗 在那群仙鹤飞尽时 坐在旗上的一个女子 声音娇美动听 如百灵般翘声说道 此女斗寇年华 风韵平平 耻弱鞭背 柳腰花态 端是一个美人胚子 尤其是她唇边一枚小致 看起来颇为妩媚动人 那中年人哈哈一笑 说道 哈哈哈哈 没错 这一次收徒之礼 都有六人入选 女子美目一扫 秋薄微准 竟有一副千娇百媚之态 隐隐露出 最后落在了一路 与亡灵同行的少女身上 炎然一笑道 好漂亮的小妹妹 若是被师父 她老人家看到 定然会被说为弟子 那女子说完呢 仙鹤之上的其他女子 纷纷看来 彼此迎声 雀语一番后 娇笑着随着仙鹤离开 这群美艳绝伦的女子 来得快 去得也一样快 只不过这一走一过肩呢 却是把那些入选的几个少年 引得思绪浮躁 心直荡漾 只不过这六个入选者中 除了那与亡灵一路同行的小丫头 鼻子一皱外 上海有一人目光平静不乱 没有被这些女子的风姿所动 此人呢 正是亡灵 在亡灵看来 这些女子虽说一个个美艳动人 身姿凹凸有致 但这些人 论其美貌 比之当年的李牧婉 稍显不足 比之媚态 与很多年前玄道宗的柳梅 又是差之甚远 如此一来 又怎能入得亡灵之眼 更不用说她的心智坚定 一向不为女色所动 故此 在她眼中 这些女子实在是没有任何出奇之处 那与她一路同行的小丫头 此时美目一转 忽然落在亡灵身上 看到对方目光平静 不知为何 她心中却是一喜 待那些女子走后 中年男子咳嗽一声 回头看了众少年一眼 最后目光放在了小丫头身上 笑道 好幸运的女娃娃 你也一样 不用参加第二关的测试了 一会儿 随我去面见掌门吧 说这样 她身子向前飞去 越是向云天宗深处飞行 地面渐渐出现了一些灵兽 这些修炼了无数年的老虎 猿猴 熊 等等 本应是凡尘之寿 可在这云天宗内 却是一个个身体内散发出阵阵庞大的灵力 显然具备了不小的修为 这些灵兽啊 一个个或安静地趴在原地 或灵巧地攀爬而动 随着飞行啊 王林渐渐发现 这所有的雕阁园庭 它们分布的方位几乎是一个圆形 在这圆形的正中央 一座宏伟素利的大殿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座大殿极为宽阔 即使容纳千人 也丝毫不显得拥挤 在大殿之外的广场上 一字排开摆放着七个巨大的单顶 每一个单顶上都冒起渺渺白烟 摇摇直上 好似沟通了天地一般 整座大殿内外 无不散发着扑面而来的一丝丝丹药之香 此时啊 在大殿之外 有着数十人 这些人分成两排 彼此或是闭目端坐 或是轻声交谈 在中间呢 一个白发苍苍的青山老者 背着双手 含笑望着缓缓而来的众人 带领王林等人 前来此地的中年男子 身子落在广场之上 放下王林与那获得令牌的少年 恭敬地对着那青山老者 说道 九代弟子周林 拜见掌门 此次我云天宗收徒之礼 共有六人入选 其中获得预见者三人 丹药者两人 领牌者一人 第一个获得预见的少女 弟子已然安排人送上山 王林来到此地后啊 脸上立刻露出敬畏之色 连忙恭敬的低头 在他看来 此地这些老家伙 一个个都有元英七的修为 云天宗不愧是楚国第一门派 那青山老者含笑点头 声音温和地说道 获得预见三人 你去安排他们进行第二关的测试 若是合格 即可成为内门弟子 中年男子连忙称事 他略移犹豫 智者王林 说道 掌门 弟子享受此人为徒 此人获得的丹药是谁属性 正好符合弟子目前炼丹的需要 青山老者闻言呢 扫了王林一眼 他目光在这一瞬间 忽然明亮起来 如同刀子一样 把王林里里外外看个偷扯 王林内心冷笑 那青山老者修为虽说呀 已经达到了元英七 但他此时身体的的确确 致使宁七三才 也不怕别人去看 只不过呀 他身子确实一颤 眼中露出害怕之色 瞬间 青山老者便收回目光 嘴角再次含笑说道 能获得丹药 说明此子有着不小的冤法 罢了 你收他便是 他也不怕收入的弟子中啊 有其他门派混入的奸细 黑雾柱子内的物品 若是寻到了主人 就表示此人没有异成 可他却不知啊 王林是以上股尽制之术 强行引出其内的物品 中年男子周灵 立刻露出喜色 高声谢过之后 看了王林一眼 示意他跟随自己 但就在这时啊 端坐在右侧 第二个位置的一个老夫人 翻起眼皮 露出其内昏暗的双眼 扫了一拳后啊 声音沙哑的说道 这个女娃 我要了 她右手一指 顿时那与王林 一路同行的小丫头 惊呼一声 其身子不由自主的 向前飘去 落在了那老夫人身前 这小丫头啊 也是激烈 连忙跪在地上 笑声说道 弟子拜见师父 死言一出啊 顿时四周端坐之人 均都是露出古怪之色 即便是那老夫人 也是愣了一下后 笑了起来 说道 你这丫头倒也机灵 你可知道 凡是入我云天宗的弟子 全部沦为时代弟子吗 此女俏脸一红 摆弄着衣角 诺诺然不知该说些什么 那老夫人仔细地看了此女几眼 笑道 罢了 你起了吧 我虽说不能立刻收你为徒 但你若能三年内练出二瓶以上灵丹 我便破例收你为记名弟子 青山老者 微微摇头 目光一扫 落在了那手持令牌的少年身上 脸上露出凝重之色 他沉吟少许 对中年男子周琳说道 你下去吧 周琳啊 连忙称事 示意王林跟着自己 向外走去 在王林之后啊 另外两个获得预检的少年 显然也得到了吩咐 连忙跟了上来 这两个少年一边向外走 一边看向王林 以及其他入选者 脸上不由地露出羡慕之容 出了大殿后啊 那中年人转身 望着那两个获得预检的少年 语气平淡地说道 你二人在此候着 不许乱走 我一会儿便回 说完了 他一手抓住王林 身子一跃而起 化作长虹 顿时消失在远处 这周琳速度飞快 没过多久 便带着王林来到云天宗外围 冒出巫舍庭院之外 推开庭院之门 其内啊 是一处不大的药园子 在这院子之中啊 放着一个一人多高的青铜丹顶 我云天宗 没有什么繁琐礼节 我收了你的丹药 你自然就是我周琳的弟子 我从你的记录牌上 知道你叫王林 王林 为师此生从未收徒 你是第一个 从此之后 你便住在这丹房之内 待我处理完此次收徒之礼后 自会教你炼丹之术 说完了 周琳又交代了一些死地细节 随后转身离开 待对方离开之后 王林目光一闪 此时此刻 他也算是这云天宗的一员了 他深吸口气 私下打量起来 这院子内啊 种植了不少花花草草 王林一路看去 越看越是怦然心动 仅仅一个九代弟子的药园子 其内居然种植了不少 在外界极其珍贵的草药 而且这些草药啊 一个个都保持完整 受到此地灵力的滋润 其药效定然不会损失半分 待全部看完后 王林内心再次感慨 这云天宗实在太过奢侈 太过富有了 以御石为庄网 如同饲养家畜一般养着灵兽 区区一个九代弟子 就拥有这等草药 眼前的一切 无不显示出云天宗的强大 此时此刻呀 王林心中产生一股冲动 在他想来 那云天宗的藏丹阁中 定然收藏了数之不尽的灵丹妙药 一旦可以抢到手 那么化身期以前的所有丹药 他基本上就不缺了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鲜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